前段时间给大家介绍了绿莲的新NAS思有云产品DXP4800 那咱们今天来聊一下绿莲的8盘位高性能产品DXP8800 Pro 那么这几个月的金水一直在持续关注绿莲OS Pro的系统更新 经过了五多月的高强度的优化和更新 绝大多数的问题基本上已经优化成功并且成功解决了 本次主要是跟关心绿莲产品的小伙伴们汇报一下 目前绿莲OS Pro的软件的更新的实际情况 后面也会深入聊一些进阶玩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NAS的金水 这次的DXP8800 Pro采用了立体成型的金属外框 非常好的强化了设备的稳固性 家族式的设计风格整体的线条流畅度非常有科技感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板有8个3.5寸的盘位 依旧是免罗斯快拆结构并且配有儿童锁 双雷电4的接口SD4.0的独卡器 以及USB3.2进2的高速端口 对于影视和摄影爱好者就非常友好 背面两个12mm的大风扇 下面两个万兆电口 两个USB2 一个USB3.2进2 一个HDMI 2.0最大支持8K 60P的输出 一个PCIe 4.0X4的扩展槽位 后期方便扩展更高性能的网卡跟阵列卡等专业的设备 大家可以看到它IO接口的部分是相当的丰富 它的CPU采用了12代的酷睿12500U 10核12线程 内存支持DDR5 4800MHz的双通道 最大64G 一个全高的PCIe 4.0X4的扩展槽位 它可以扩展网卡和阵列卡 采用了内置的250W的电源 这是小EU的 8个硬盘槽位最大支持176T 两个2280长度的NVME最大支持8T 目前我们可以买到的存储的理论 一共支持184T 双万兆网口支持链路聚合和SMB3.0 双雷电接口 那么后续会支持雷电网桥 数据传输和扩展性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就更加适合对于存储或者是传输有需要的进阶用户 绿莲OS Pro的系统底层架构更新为了Debian 12 支持更多的专业NAS文件系统 未来还会支持ZFS和快照以及去虫功能 支持多种的RAID类型 特定的阵列还可以做到无损的扩容和迁移 NVMe不但可以做加速版 还可以做存储版 使用起来就更加的灵活 系统会定期整理数据 增强文件的一致性 开启硬盘的SMART检测计划 可以保证硬盘的健康度 并且很好的保证了处局安全 快扇区系统警告 如果硬盘有了问题 系统会有及时的通知 绿莲的新手引导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小白也可以跟着引导 一步一步的初始化 非常之方便 传输层面由于增加了双万兆网卡 增加了多用户访问的实用性和便利性 通过链路聚合 可以大大提升多用户并发访问体验 那么对于单用户 也可以通过SMB 3.0技术 获得更快的传输速率 理论上只要我们开启SMB 3.0 最高可以实现20Gbps的传输速率 虽然目前暂时还不支持雷天网敲 但是听说后期会通过OTA升级加上 我们可以通过绿莲自带的远程链接 使用文件链接或者二维码的方式 分享我们想要分享的内容 被分享的内容 大家只要打开网页就可以下载 完全不需要注册 我觉得其实最好的一点 就是目前它的传输是不做限制的 我的工作室是电信千兆的宽带 实测是可以跑满100兆的上行左右的带宽的 不限速的内容分享 你家的网络的上行带宽才是你的上限 你可以通过web端或者是app 远程查看你需要管理的文件 绿莲OS Pro还会检测你的连接方式 是走局域网还是远程访问 在网络允许的情况下 甚至直接支持P2P的传输 现在的远程访问是可以直接访问虚拟机的 应用中心的app目前已经增加到了21个 新增了不少的内容 其中影视中心 迅雷 Docker和虚拟机都已经更新到了一个非常可用的状态 希望可以加入更多的更好用的第三方的app 系统首次注册绑定是可以在纯局域网环境下进行的 不需要强制的关联你的手机 对于重视数据隐私的用户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进行操作 只有你想使用绿莲云账号的时候 才需要用你的手机号码来注册 对于新人就是非常的友好 对于网络安全和隐私性要求更高的用户 绿莲OS Pro也预制了DDNS的功能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选择DDNS的运营商 不过目前暂时只有IPv4 有专业需求的小伙伴也可以自行搭建远程链接 或者是内网穿透 我这边需要IPv6 就是通过Docker来搭建DDNS Go实现的 其实非常之简单 如果对于HTTPs有需求 可以在HTTPs证书这里安全性选项导入证书 系统还增加了DOS保护 你可以选择自动封锁多次链接失败的IP 登录的时间或者是登录的次数 文件夹类型这边可以分为个人、用户、存储 以及网络文件大概四个部分 每个用户都会拥有自己的个人文件夹 这里面的内容是不被共享的 如果你不是管理员 又不想让管理员看到的话 我们可以在工具以及设置 这里面禁用管理员访问 这样就可以让管理员看不到你的文件内容了 如果都是管理员 它彼此之间是可以实现互相看不到个人文件夹的 共享文件夹 其实就是你想要共享或者是准备给别人看的这些文件 放到文件夹 绿莲YS Pro中间并不是每一个文件夹都可以共享的 如果大家想要共享某个文件或者是文件夹 需要放到这个集体的共享文件夹里 或者是在这个文件夹里创建才可以实现共享 个人文件夹里的文件是不能够共享的 当然你是可以分享的 你可以鼠标右键通过二维码 或者是分享链接的方式进行分享 绿莲这么做 它方便了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权限 虽然牺牲了一部分的自由性 但是对于小白有更容易上手 管理员可以针对不同的用户跟用户组 来设置不同的管理权限 管理起来也就更方便 也更容易做细致化的权限的分配和管理 而网络共享文件夹中 则集成了所有的网络需要共享的链接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网络 或者是局网内的其他的设备 通过SMB或者是WebDNV等协议挂载的文件夹 UlayOS Pro的Docker 目前已经是比较好用的了 目前移动端也是可以支持完整的体验 不管是拉取、配置、修改和访问 都是可以的 目前的各种玩法都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内置的Docker Compost 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多个容器的 一键部署和管理的 如果拉取镜像是没有网络环境 也不用担心 绿蓝在这边放了非常详细的引导教程 目前虚拟机只支持ISO和OVA的文件 Windows虚拟机安装就相对轻松或者简单一些 如果你想使用Linux或者OpenWrt 只能通过编译成ISO的文件 或者转译成OVA的文件 暂时不支持镜盘映像的导入 如果大家有需要QWrt的镜片 可以给我留言 如果想要的人多 咱们就单开一期视频给大家讲一波 不少玩家其实还是比较关心迅雷下载的 现在无论是手机端还是APP端 都是可以正常的下载和使用的 系统自带的下载也是修复完成了 支持Transmission下载 玩PT的大佬可以去体验一下 目前的影视中心也是更加的好用了 主动的引导设置非常之简单 海豹墙的设计也相当的好看 无论是播放器还是海豹墙的设计 平行而论都绝对不输主流的NAS系统 对于网络的文件夹支持也非常的好 刮销方式我们可以选择TMDB和智能识别 玉莲这里还未不会用TMDB低调伙伴 误送了详细的教程 非常之贴心 现在体验下来刮销的准确度有了不错的提升 在我实际使用中只要文件名是对的 刮销的准确率基本上可以达到90%以上的正确率 视频转码支持GPU加速 几乎它是不占用CPU的性能的 电视及电视盒的性能也支持的非常不错 甚至Apple TV也做了适配 你直接去苹果商店下载即可 如果你没有电视盒子 你也可以通过设备自带的HDMI Core 进行硬件的投屏 使用起来还是非常之流畅的 影视中心也支持了全线管理 你可以为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访问全线 这样一来 小伙伴们再也不用担心珍藏的小姐姐被其他人发现了 相册优化了系统资源的占用 缩略图生成的速度以及识别度 都有明显的提升 下面支持按时间和按文件夹进行查看 那么也支持人物 位置 食物 以及视频等多维度的分类 人脸的识别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可以手动合并以及隐藏 下面去虫的功能是非常可用的 而且非常方便的可以删掉重复的相似的内容 可以释放一部分的存储的空间 宝宝相测的功能 其实可以记录宝宝的成长过程 我家孩子都很大了 在这就不演示了 绿莲OS Pro还支持完整的本地化的AI功能 完全本地化训练 不涉及隐私 手机端的App的首页 还增加了小组件的功能 大家可以非常方便的 把自己喜欢的影视中心 那相册也音乐 一起加到首页 使用起来就更加的方便 其实金水写这些稿子的时候 题目我都想好了 名字就叫 投铁App大战绿莲DXP8800 Pro 那么说实话 绿莲4800 Pro 金水一直都流着 从发布之初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直在使用 而且一直在更新 那如果绿莲的新产品 在10月份发布 那我相信就一定不会有之前的问题 那么经过了5个多月的高强度的连续更新 目前的系统体验已经趋于完善和稳定 较上市之初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就本次的DXP8800 Pro而言 无论是硬件还是拓展性 至少在同价位的区间 都是非常有诚意的 一如既往扎实的做工 多种高速IO传输接口 安全存储跟网络安全性 都是有非常大的进步的 支持多种文件系统 未来还会支持ZFS以及快照 多种多样的备份方式 所有云的功能完全不限速 传输很快 一键分享可以轻松上手 经过5个月的更新 目前的文件管理系统等核心功能 完成度还是非常之高的 期待后期可以增加更多 针对团队甚至是企业的功能 那么我也希望绿莲可以持续 对系统进行更多的打磨优化 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本扎文打给我们带来一个 更好的国产的NAS系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希望在你选择NAS的时候 可以给你一些其的帮助 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